一只青蛙拐 两只青蛙拐拐 三只青蛙拐拐拐 哎哎哎继续 你有没有看到我的青蛙啊 青蛙 是这个吗 他们已经回家了 哎呀这不是他的家 他的家在这儿 他们趁我不注意跑出去了 你能不能把我把他们抓回来呀 怎么抓呀 我们一人五只青蛙 这个是他的家 然后像这样把它 哎呀跳进去 然后就 谁跳得多时就赢了 哦 我们一跳进去一只了 那我肯定也能跳进去 哦你没跳进去 你到我了 第二只 哎你也没跳进去 你看好了 我这只肯定进 第二只 第三只 第四只 哎你没进吗 那我也进了三只了呀 不行 不对不对 肯定是因为你跟我奔了这几只青蛙 但他们刚出生还不怕会跳 你是不用想耍赖呀 还没刚出生 而且刚出生的青蛙拐拐不是这样子的 啊 不是这样子的 你不信我小朋友 啊 小朋友们 那起码刚出生是什么样子呀 好 它 本集所有的樽間就是在折印中的导物 小火 红豆 很温的 沿洁 切成切成 太多的 拼圍 海豚 有 准备 3 2 1 乔到哪个是哪个 为什么那个 我先乔到的 你就玩那个吧 那我们现在开始玩吧 这不过上次问多分水干啥 人家这个叫做二合一挖沙水浆 那不一定可以挖沙水浆 它可以当个水浆网了 没有要挂水啊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 你看 它这个是可以活动的 你看 你把它这样掰下来之后 这里有个小孔看到没 看见了 然后现在把它放到水里面 这样 吸 然后打水罩的时候 你就可以像这样 这个打针一样 对呀怎么样好玩吧 好玩 主要它这个是可以活动的 而且两用 这样子不也好 好玩 那要补一下 是去打水仗吧 可以啊 那你能让我用下你这个九尺丁爬 你都用过了 让我用一下呗 分成你是这外界 我带这个给你 你是这外界 我是出发界 行 不对 我不是出发界 我是天空元帅 天空元帅也是出变子 小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这么炫酷的挖沙水浆 车来了车来了 不对不对 不是这辆车 我还不是那样 那我知道了 我重新聘一个 马上就聘好 你快点快点 来了来了来了 这辆这辆这辆 也不是这辆 我们是着火了 不需要抓小偷 这辆几分也不行 我重新再聘一个 这个绝对是 不行不行呀 到底 你可以 你看这辆这辆 哎呀 我们是着火了 不需要就是别人 不是救护车 可是 我都拼了这么多 我实在是不知道是哪一辆了 哎呀 你到底行不行呀 算了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 救火的话需要找什么车吗 哎 老板我要买衣服 来我家 来我家 我家房市多还新鸣 你全是新衣服 来我家来我家 你看我家这衣服多时髦呀 好看 我家衣服多得很 你看 那这样吧 我这两个模特 你俩分别装扮一下 谁装扮的好看我去学家 可以 小公主是金色的头发 所以我要给她选一个蓝色的衣服 蓝色的水晶鞋 蓝色的包包 现在我要给小公主穿上 哇塞也真好看 再穿一个蓝色的鞋子 蓝色的包包 好啦装扮完成 它是紫色的头发 那我们当然要给她穿一套紫色的裙子 再戴一个紫色的帽子 穿一双蓝色的皮鞋 再背一个蓝色的包包 你看我的装扮好了 多漂亮 我的也装扮好了 我觉得我装扮的好看 我的好看 我的还有翅膀 应该在我家 我的好看 我多洋气啊 还有帽子呢 好了好了 你俩别撑了 你俩装扮都很好看 这样吧 来问问小朋友 小朋友说谁的好看我就去谁家 小朋友们 你们慰言识诸 你们分一分 谁装扮的好看 是不是我装扮的好看 明明是我 起开 不行了 对不起我错了 虽然我不知道哪里错了 但是我就是错了 看看你吓的 我这是背包水箱 你吓死我了 可是你这个背包水箱 这连搬手都没有 这怎么发射呀 哎呀它当然没有搬手了 因为它是这样子 你看把这个往前拉一下 好了 你剩下 你剩下 哇 这个也太好玩了吧 而且你平时出去玩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它背在身上 前面后面都可以背 它这个真的还是可以调节的 你看 就可以根据你的体型去调节 厉害吧 嘿嘿 这个小豆子好可爱呀 嗯 铁铁 那你能不能跟我玩一下呀 你想玩啊 嗯 我就知道你喜欢 所以我买了两个 这个是大象的 哇 绿色的大象 我要玩一下这个 呦 啊 这怎么发射不出来水呀 因为你这个里面根本就没水 它怎么发射呀 你看 这不是注水口吗 我们把这个扭开 水就可以从这里灌进去咯 而且它这个容量也特别的大 你出去玩一整天都没问题的 哇塞 那你俩是这样 我去接水去 咱们一会儿赛咯 去打水仗吧 可以呀 我让我不玩 我真想玩玩具 哎呀宝宝你可以玩玩具 但是我们先把衣服穿上好不好 你看 我今天给你准备了一件 黄色的小衣服 好看不好看 还准备了一个 红色的小鞋子 那我 那我现在可以玩玩具了吧 不行啊 我们要先去刷牙 我们先煎一杯水 挤上牙膏 正确刷牙三分钟 这样才不会长住牙哦 那刷完牙了 我可以玩玩具了吧 我们先去吃饭好不好 你看 我今天要给你吃一个红萝卜 红萝卜有助于找身体 再吃一个玉米 好吃好吃 好吃 我不会挑食的 那我现在可以玩玩具了吗 先别急嘛 你看这里还有转盘 你想要什么呀 我想要小鸭子 小鸭子 可以 等会给你 现在就可以给你拿玩具了 你看玩具都在柜子里呢 小鸡子 我的小熊 小熊 小熊大堆游戏呢 好玩 好玩 我不想玩了 妈妈我困了 我要睡觉了 不行不行 睡觉之前我要先去洗个澡 去洗个澡好不好 啊 我不已经洗澡 不行 不对不对 我不喜欢洗澡 所以我是伤心的 我一点都不开心 洗澡都把你洗香香 怎么不开心呢 这还有你刚刚要的小鸭子 啊 不行不行 好了我们洗完了 现在要睡觉了 不要不要 我不要干杯子 妈妈吸不染 怎么能不开杯子呢 汉堡小鸭 撸串小鸭 现在夏天了 粉丝宝宝肯定喜欢撸串 看着撸串小鸭 还有这个 波仔小鸭 这个也不好看着 还有这个 不行不行 现在夏天了 肯定要开这个果汁小鸭了 清热解锁 好了 就给粉丝宝宝们开这个 可以 这是给粉丝宝宝开小鸭的所有灵杖了 现在呢 我们先要把店铺给它搭设起来 那么从这里开始吧 好 小推车呢 就做好了 现在我们把这个顶板 给它粘上去 加木表放在上面 这样我们的小推车就做好了 接下来 我们来准备食材 接上标签 水果切片也全部装好 把这个葡萄切片放上去 你看前面呢 全部都是我的水果切片 然后呢 这些是我已经准备好的饮料 后面呢 是我准备的一些食材 就可以加的小料 然后加木表 包括你粉丝宝宝们准备的这些购物纸袋呀 什么的全部都准备好了 现在我们的果汁小铺 就可以正式一面了 这个看的好是好 可是我还是觉得粉丝宝宝喜欢露串小铺 你相信是露串 但是果汁可以解渴呀 我觉得粉丝宝宝肯定是更喜欢 这个果汁小铺的 咋子也别种我问粉丝宝宝吧 粉丝宝宝们 你们想开什么店呀 打开评论区我们给你们开 乖 牠会